在 Capcom Showcase 中由龍族教育 2 的總監 一經演一章帶來這代的特色玩法與新增的內容解說 龍族教育主打經典國歐洲奇幻冒險動作要素 有著豐富的職業系統 讓我們可以自由探索開放世界 最受到玩家津津樂道的就是雖然是單人遊戲 但能夠透過獨特的 Pong AI 隨從系統 享受到多人冒險的樂趣 我們除了能夠創建主角覺醒者 還能夠創建一位主要 Pong 與我們形影不離一路征戰 還可以透過網路雇用兩位 由其他玩家創造的輔助 Pong 最多組成私人隊伍一起踏上旅途 這次在龍族教育 2 中 Pong 的 AI 將會比前作更加聰明 有著更多互動 要讓你體驗像是與真人組隊冒險 使用自家打造的 Re-Engine 展現精緻生動的世界 二代的地圖將會是一代的四倍之大 透過 AI 和物理演算等技術 讓我們體驗到更真實的冒險樂趣 像是怪物更加狡猾奸詐 我們也可以試著做出像是毀掉吊潮 半導怪物等行動 盡情發揮各種衝意 大膽嘗試各種行動 當然也會有全新的職業 技能和怪物 像是影片中就可以看到出現了新敵人美杜莎 劇情方面則透露兩位人物 將是本次故事的關鍵 與主角關係密切的弓箭手烏爾里克 以及首次登場的新種族獸人巫女娜迪亞 到底有什麼命運等待著主角 就請鎖定電玩瘋的後續相關報導啦